节目开始前先问你个问题 你认为人类有希望走出太阳系吗 先别急着回答 我可能知道你脑海里的答案是什么 但是看完这期节目 或许能够改变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大船 关注我带来一句更多有意思的科学知识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下 人类走出太阳系的可能到底有多大 而在宇宙中飞行了超过200亿公里的最远人造物 他所留下的照片 到底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在深入探讨以上话题之前 我们不得不先回到1977年 1977年9月5日 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泰坦3号一般人马作火箭 成功将旅行者1号推出了地球 与此同时 旅行者2号先于1号16天的时间 升空进入外太空 由于旅行者1号比2号 获得了更快的初始速度 因此后续的任务中 1号总是领先于2号 时至今日这两颗探测卫星 已经运行了长达43年的时间 由于旅行者1号的速度更快 已经达到了接近17千米每秒的速度 因此它也就成为了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 其余地球的距离已度达到了200多亿公里 不过虽然它已经飞出了这么远的距离 但是却一直与地球保持着联系 期间它向地球传活了大量 有关太阳系其他行星的重要资料 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 在远离太阳系的过程中 如果想通过太阳能发电来维持探测器的正常运行 这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旅行者1号又是从哪里获得能量的呢 事实上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都是通过自身携带的 由三块乙环238制成的核动力电池进行能量供给的 不过预计在2025年左右 电池也将达到设计寿命 届时探测器就会与我们彻底断开联系 而它们所留下的照片将成为人类太空史上的绝笔 因为目前这是人类发明的飞行最远的人造物 而目前我们也还没有发射任何可以替代它们 继续进行深空探索的探测器 这也就导致了在旅行者1号和2号退役后 我们的深空探索进度将会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同时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 从旅行者1号船后的照片中 我们看到了孤独 同时也看到了人类的渺小 就像科学家说的那样 我们人类越是了解宇宙 就越会感到卑微和渺小 视频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应该都跟大船一样 从一腔热血地认为 走出太阳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到现在觉得 有能力让探测器在太阳系里转转就已经是奢求了 当然这不是悲观的消极态度 而算是一种忍清现实定位的无力感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呢 甚至是说 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的出现 也都只是一个偶然呢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被困在了太阳系 无法逃出 而是最早的人类选定了这个星系 选定了地球作为发展完美的根据地 现在的我们不应该考虑如何离开太阳系 而是要去考虑如何在我们的根据地地球上更长久的生存下去 进而发展出更高等的完美 从而才能最终走出太阳系 前往更遥远的未知星系进行探索 当然这就引述了另外一个话题 也就是我们人类可能是从其他遥远的行星移去到地球上来的 而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 地球上的第一个人类到底是怎么出现的问题 那事实上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就留给在座的各位了 我是大川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